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也帮你做 然后教你应该要怎么样来按推 还要 可能要温敷 甚至如果还严重一点 还要 照顾 不是 灌场 有啊 都有灌 你都有做 对啊 我都有做 灌场它还是这样 对啊 就是凭料 它一间这样子都可以 它一定有痛点 如果热源没办法解决 一定就是体伤没有 对啊 我也讲 我就差不多每天都管它 那这样应该是体伤 啊 尿好 就好像尿不干净就服了 我知道 没力的 对啊 那你最近吃 有没有吃到什么寒凉的 都没有啊 水果什么都没吃啊 那应该好 那应该是体伤 会热热的 这样会热热的 然后又很频量 肝门好像都有东西在这样 哦 肝门好像有东西堵住是吗 对啊 对啊 轻轻的 不出力是这样 轻轻放着 然后只有来回而已 但是你不是你这样 这样 这个是要做出力的 还是不行 你还是没有学成 你看 这样 怎样 我很轻松 这个会不会痛 你看 啊这样轻轻的它就痛了 所以它真的是有问题 这里很痛 那你又正常过来按 这里很痛 这里很痛 对啊 我觉得全部都痛 对啊 啊有对 对啊 这里那么痛 对 我现在按的地方痛不痛 一点点 一点点 那这一点 这一点就不要 那这一点还没有那么痛 那真正痛在这里 所以是这里引起的 啊这个很轻 那慢慢的按 时间要久一点 你不能这么大力 那我们慢慢来 这一点痛不痛 这一点就开始痛 这里更痛 这里更痛 它是不是比较大力 对啊 对啊 有那个力道 然后这样的 我会觉得痛的动力 对 因为你用蠻力 对啊 它不舒服 对 然后它这样即便痛 但是它不会对抗 因为它蛮舒服的 对啊 那这样你可以按很久 然后就可以按开了 不是真正有什么问题 你舒在手吧 对 因为你用猛力 它马上就分紧 对 就是水鲜 对 就是在水饼 对 对 就是在水鲜 好 我们可以煮到水鲜 对 感觉 就是在水鲜 公里面 就可以按哪 就是这么多 酸 谢谢 是 对,如果你说这一点,往上找就是这一点,所以应该这里找。 现在有没有比较舒服哦? 不会那么痛啊,对不对? 好,我现在摸你这里还会痛吗? 比较不痛了,对不对? 这里还有一点点症。 比之前差不多有减轻几成? 差不多一半啦。 有二分之一啦。 对啊,这个哦。 平庙好像也比较舒服了。 这里也比较舒服了,对不对? 没有像那个庙,挤在那边。 现在不会了,对不对? 比较不会了。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 现在没有这个感觉。 你现在是手法的问题。 你手法就是粗粒,所以揉不进去。 我平常这样的都一直这样抓,这样抓,没有办法。 很难受。 现在应该不用抓了,现在也松了。 对啊,现在比较好的。 我再帮你揉几下。 我先教你。 因为它是在下面,所以最好,这样用勾的。 这样。 然后勾的是身体往下。 往斜往下。 然后这样。 然后它这一点最痛。 这一点很痛。 不能太大力,如果要揉身。 身体这样。 没有,我教你哦。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再翻过来。 我身体翻啊。 然后整个靠过来。 往下压。 啊这样。 这样这个手就下去了。 啊这样你也很轻松。 啊你原来的手法太硬。 你都用站姿。 然后又用蛮力。 所以你揉不进去。 它不能解症。 我这样很舒服啊。 啊它很痛啊。 啊你舒服,它也就舒服。 啊你揉得很累,它就累。 我这样揉你很舒服,对不对? 又痛又舒服。 又痛又舒服。 对啊,因为我不用蛮力了。 然后我靠我的身体的力量,我就压进去。 啊这样,你看我的手,哪有用什么力。 然后我就身体来回,你看。 我很轻松啊。 啊你太太,这样就揉进去啦。 嗯,它又有效。 嗯,它不会跟你对抗。 因为你不是用手的力量。 你刚刚就是怎么做呢? 一开始就用手的力。 你这样,这样,这样。 它很不错,啊又揉不伸。 你就这样,身体靠下去。 有没有,我沉下去,有没有。 啊这样,啊我手有没有用力。 啊平常如果你不靠,你就这样。 你这样也可以,身体这样往下,往侧面靠。 这是最标准动作。 啊如果这样还不够深。 你就这样,再转过来。 啊身体,往前压,然后压住了。 那我就这样。 啊我很轻松。 有没有。 啊只有它很深啊。 所以你说,它痛那么久。 啊为什么头没有喊? 因为你没有揉开啊。 然后为什么揉不开? 你用力又揉不开。 因为你用满力。 它痛,它不让你揉。 啊它就没有效。 不能用手的力量。 然后这个手是这样。 你看你方向就错了。 这样,这样。 然后这个90度,来靠过来。 靠过来90度。 啊这样,对对对。 然后这个手是这样。 啊一定手只是来回哦。 啊都不用力。 啊真正力量是这个。 啊对对,身体靠过来。 有没有像? 有有。 你方向还有一个问题。 他屁股是这里,股旁。 对不对? 来你就放着,然后放着。 然后身体靠过去。 然后方向永远是这样。 对对。 啊你看,它就有。 好,这样就,就有一点像。 你起来看看,现在这样。 你老公帮你揉有没有比较舒服? 有。 我老公有。 就比刚刚又更舒服一点。 好一点一点。 确定现在整个这里也松了。 对啊,这里比较好。 对啊。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这位患者就是之前我们一路追踪的。 去年就是子宫癌。 那子宫癌应该大家如果有按时观看这个平台的话 应该都记忆会深刻。 他子宫癌一检查西医就叫他要住院手术跟化疗。 说他情况蛮严重。 那当然他最后选择是选择原始点。 来的时候整个腹部。 也就是从胃到小腹都脏。 而且硬硬的。 然后背部也痛。 那我们帮他按推跟温敷。 每次按推都会留很多组织液。 最后留了八个月组织液才留完。 所以最后也就是中间当然还有到很严重。 就是突然间吃不下暴瘦啊。 那经过这样细心的调理。 那这个子宫癌经过八个月就完全恢复了。 那这一次他来最主要就是小便灼热感。 然后小腹那里就好像有尿积在那里。 积在那里还有积在肛门那里。 好像堵住了这样。 很不舒服。 那问他的结果。 结果他还是有灌场啊。 热云温敷这些都有做到啊。 然后每天还吃姜丸。 所以经过他这样一讲。 反正那个尿有灼热感。 就是症的不适感吧。 那我想应该就是体伤所致。 那他先生也做给我看。 那个手法大家也看到了。 那个手法太粗糙。 所以他一直没办法节症。 那热也进不去。 所以情况就这样拖了差不多一个月。 那这样的不适感。 对他而言他就会乱想啊。 是不是又癌了。 不过他自己也跟我讲。 他蛮庆幸的。 因为他说当时候发现子宫癌的时候。 邻居有一个是也是卵巢子宫癌。 跟他类似。 另外一个是大肠癌。 他也跟他们介绍原始点。 但他们的邻居还是相信西医。 不过他说到现在为止。 那两个邻居已经都走了。 就在短短差不多一年多到两年之间。 就两个都相继去世。 那他现在他也觉得蛮轻轻。 但是他还是有一点担心啊。 认为这个尿。 平尿着热。 会不会又是子宫癌。 我跟他讲没有了。 这个已经过去了。 这个是纯粹只有体伤。 那因为他先生按推手法有问题。 所以不能节症。 所以才会拖那么久。 感觉越来越严重。 那这样大家从这个视频也可以看出来。 原始点的修法很重要。 我常常说要由清而重。 上个礼拜也是跟大家谈这个问题。 那有些人就是一开始就要下蒙令。 那他轻轻一碰他就很痛了。 根本也不需要下蒙令。 那如果我评估啦。 这个如果用站姿的话。 因为他比较怕痛。 你站姿一下子如果按下去或 然后又用蛮力的话。 他肯定是受不了。 他先生一开始就是用站姿。 他一直处理不来。 那我用坐姿。 轻轻按推。 那些痛点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我也翻过身来。 帮他在由下往上再按。 那这些都可以按得很到位。 然后最后我也就是速度减慢。 那大家也看到。 我整个身体就靠过去。 那当然那个动作不是很标准。 跟我视频教各位的不大一样。 但你只要懂得用身体把工具带下去。 那手不要用力。 这样就能够按到很深层。 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这样就可以按到很深层。 所以按完他腹部感觉尿积在小腹那里。 他也感觉比较舒服。 当然他的痛点。 大家也看到。 就是在臀部原始点的下半段。 另外在下背部。 那里有一个特别痛点。 我也顺便把他找出来之后把他解症。 那他整个做完。 其实光按推他的症状就减轻了。 他反而那时候一直温敷。 他也不能解症。 所以有时候解症。 有时候光靠热源。 是达不到我们要解症的目的。 这也是希望大家在修法上多勤念。 这样才能够对轻重症或重病患者起到解症的作用。 然后也让他们会对原始点信心大增。 因为你当下就把他解症了。 他就完全信服了。 那他就不会怀疑东怀疑西。 怀疑说是不是又是子宫癌又复发了。 或是怎么样。 好那这个患者应该都是当下。 刚好这几。 这些日子他刚好来基金会。 那我亲自帮他处理。 好这个就分享到这里。